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張敏華 和我們分析一下內房股業務發展多元化,帶動增長的情況 Catherine 你好 你好 近年有多間內房企業入股內地金融機構 亦有這些公司近期積極發展海外房地產投資 分析認為內地房地產行業的高增長期已過去 未來需要發展更多元化的業務 這些將來會否成為內房股未來的盈利增長動力呢? 我想都會在未來內房股發展的一部份 我們看到其實在內地來說 如果我們看到2013年 大約銷售增長大約是3成2左右 去到2014年會稍微放緩一點 有機會回落到2成半至3成 但仍然是一個非常高的增長水平 我們看回內房股的盈利來說 亦都見到在2013年 大約平均所做到的盈利 都會維持在3成2至3成3的期間 至於說究竟內房股會否發展海外的業務 我相信他們亦都留意到 在外圍仍然都是低息的環境 例如歐洲、日本等等 其實在當地的房地產都有一個投資的機會 加上在中國本土 其實仍然都受到幾個因素影響 好像特別是會否在房地產方面多了監管等等 這些都令到可能有部分的房地產發展商 向國外去找一些投資的機會 中長線去看內房股的前景 投資者可以留意些甚麼因素呢? 我想有幾個因素要留意 如果是說負面的因素 或者不明朗的風險因素 大家就要留意 第一,究竟在內地方面 對於房地產政策的規管有沒有機會收緊 我們看到近期見到有幾個項目出台 雖然那些是一些比較高地價的項目 但仍然都收到一個預售的同意書 反映到地方政府仍然都傾向相對寬鬆 去賣這些樓房 第二,就是要看資金上的風險 雖然我們見到之前因為有信託公司 他們可能有違約的事件令到市場資金緊張 但是我們見到最近資金緊張的情況 都慢慢開始舒緩 加上見到上海的銀行同業拆息也都回落了 所以這個對於內房股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回穩的作用 第三個風險因素就要注意 未來究竟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會不會推出一個全國性的物業稅呢? 我們暫時見到可能要推出這個稅行 仍然都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可能要等待其他的立法 又或者其他落實的功夫 現在我想在房地產方面 我們會留意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要留意 例如有一些大龍頭的房地產股 他們是否可以維持到強勁的銷售增長 譬如我們看到有部分的房地產股 都做到兩成的銷售增長 另外除了大型的房地產股之外 我們覺得大家今年都可以留意 一些中小營的地產發展商 他們似乎仍然都會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內房股普遍在去年賣樓套現的金額 是高過市場預期的 不過整體的股價和股值仍然偏低 投資者是否適宜趁低吸納薄反彈呢? 我們看到內房股 我們可以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股價對象面值的資產正值折樣 我們暫時看到現在內房股 整體這個行業對股價相對資產正值的折約 已經超過了四成半的 在過往如果我們由領先開始計算 其實已經接近低於一個標準差的水平 所以在這方面其實我們顯得吸引 第二我們也看到在市盈率方面 現在市盈率方面其實內房股的預期市盈率 大約是低於六倍的水平 整體來說也是低於平均水平的一個標準差的 所以我們相信在2014年 如果當市場慢慢已經回穩之後 大家就會留意 譬如內房股方面 會不會有一些城市化的動力 或者是有部份的房地產發展商 他們也有很多的土地儲備 而且賣樓過往的收益都很好 所以我們相信有機會會見到 內地的房地產股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能會有一個追落後的情況 我們自己會喜歡一些大型的地產發展商之餘 有部份做得好的中小型發展商 我們都會留意的 多謝Catherine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